大家好,我是林斯比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我结束了这个今年大概是最后一次的出游 应该是啦 那个在年底前没有再出去的打算了 四天三夜快闪的冲绳旅游 那这一次原本其实是要跟老婆一起去的 后来老婆有一点事 突然有突发状况 所以我就原本我们想去六天 那我就尽量减少一切重减 就四天三夜把该执行的任务赶快看一看 那我就快去快回 虽然说是四天三夜 其实应该大概是72小时多一点 这样的一个冲绳快闪 那我这一次去主要就是看旅馆 一个旅馆就是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是星野旗下的 事实上星野现在在冲绳本岛 有三间旅馆 这次我有一间没有机会去看 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 那可是另外两间当然都是我期待已久的 一个是OMO5冲绳那把 这个我明天会讲 那还有一个当然是欧喜诺亚冲绳 这个我上次住在他隔壁的这个 阿里比达的时候远远看到其实就星象网之 那所以这个有机会来入住 那很遗憾是李贵妃没有办法一起来 那可是就是这个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这个大概下礼拜再跟大家讲 好那再来我看的一个重点就是水族馆 这个这次看的几个设施 通常都是在疫情期间开幕的 所以有点身负逢尘 一开然后就疫情 这样子 应该是说像这个水族馆 是2020年5月开的 它就是在日本的第一波疫情之后 那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好它叫做冲绳封建城市 DNN Kariyushi水族馆 名字很长 DNN Kariyushi 然后那个Kariyushi 它是用英文打的 那事实上它当然是个日文 DNN是这一个 一个很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一个新兴产业 那所以他们对网络 对于高科技 其实有蛮多的能力的一个公司 那他们出资 然后盖了这一个水族馆 那Kariyushi是什么意思 其实有一点难以解释 总之它是冲绳的那种传统服饰 大家应该有印象 冲绳很多员工 他们都会穿这个 连他们的公务员都是 就是有很多花的那种 传统的冲绳服饰 其实它的原意是这样 那为什么它要叫做这种传统服饰的一个水族馆 其实应该就是取就是欢迎大家来 然后反正是一种正面的意义 其实我我也不是非常搞得清楚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 那可是我跟工作人员在讨论的时候 我有提出来一点 就是假如要对外国人宣传 其实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原本的名字是什么 那可是你 他有繁体中文的网页 他们其实现在都做得很好 他现在在繁体中文的网页 就是完全用英文 用英文拼的水族馆 那我说你这样不行 因为假如你说 那个爸妈我想去 这个不是爸妈对不起 老婆我想带小朋友去上次灵士币介绍的那个 什么什么水族馆 他根本说不出来你知道吗 相比于冲绳最有名的水族馆 大家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 美丽海水族馆 谁人不知 美丽海 多么好记呀 那什么DNN DNN就不一定记得得了 卡利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难以记忆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有建议他们 你们好像翻译 可能还要想一个容易让大家好记的名字 可是初步他是跟我说 你写文章的时候 就是照他们官网 就用这种名字 DNN卡利优士水族馆 那我觉得用简称来说 我等一下在这一集里面 再提到他的时候 我可能就用DNN水族馆 这样可能比较好记忆 那他在冲城封建城市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年五月的时候 有去一个Ashebina outlet 大家应该记得 然后发生了化妆水产案的那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其实也就是很多租车公司在的地方 我们在介绍Ashebina的时候 其实有跟大家讲 OTS还有好多好多租车公司 常常都是从机场 然后带你做一个免费的接驳巴士 大概15到20分钟 往南开远离纳巴市区 到了这个冲城封建城市这个地方 那是他们的租车的据点 那Ashebina outlet在这里 那在这也就在这附近呢 就是在这几年开了一个叫做EAS的一个购物中心 那这个今天要介绍的DNN水族馆 他就开在这个EAS购物中心的旁边 根本就在旁边 事实上具体的上来说 应该是说是这个DNN公司 那跟这个EAS的shopping mall租地 他在那里借用他的场地 然后开了这个水族馆 那这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小而美的水族馆 它事实上只有两层楼 那所以他的展场面积其实不大 那假如你要跟我说 要安排多久的时间的话 我想他大概半天足以 那当然你要非常非常详细的逛 你要玩上一天 当然不是不可以 那可是像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 常常会跟大家说 美丽海水族馆 美丽海水族馆 因为他实在太大了 他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他其实很受欢迎 人很多 所以你要考虑人很多 你其实不太容易逛的太快 涌击嘛 那所以美丽海大概是排一整天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可是这一个DNN水族馆我想大概就是半天 那我们先讲一个很general的一个推荐 他如此小而美 那可是他有什么具体的优势 因为你去看他的票价 其实他的票价还比这个美丽海稍贵一点 反而是稍微贵 虽然他比较小 我想他主打的有几点 第一点是他近 他离机场这么近 就是你看这个OTS租车的隔壁 那离这个机场大概15分钟20分钟 所以他的交通是他的强项 你可以在不管是下机的第一天 或是最后要离开 假如你是晚班机的早上 想要排一个行程 其实他都是可以很不错的 作为这个行程 以前我常跟大家说 这个大概就是在上机前 下机后 你可以顺便去Ashibina Outlet看一下 那现在你的这个选择又变更多了 反而觉得好像有点太多了 因为那个IOS的这个shopping mall里面 就一大堆店 然后这个隔壁又一个这个水族馆 哇这个两个加起来的话 逛上一整天一定是绰绰有余 完全没有问题 那假如只是在上机前 最后一天的那个早上中午 搞不好还逛得不够尽兴 反而有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太多东西可以逛 那所以也许你可以考虑 是不是最后一天要回机场了 然后倒数第二天的下午开始 其实就可以在这附近玩了 也是一种想法 好所以他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他的交通方便 第二个是他隔壁就是shopping mall 所以这个他是有多重选择的 比方说可以妈妈在shopping mall里撒红颜 爸爸带着小孩在水族馆里玩 就是大家都可以得到满足 那美丽海就不行这样嘛 美丽海自己就是自己在那边 旁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都很远嘛 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优点 那第三个优点是因为DNN这一间公司 他的强项在于他的一些软体 高科技等等的 所以他会利用最新的一些 这样子的数位的技术 来做他的展场的一些 比较高科技 然后引进的一些很新的技术 让这个整个表现技术 让这个整个馆内呈现的氛围 是非常特别 非常新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这一间旅馆是没有金沙的 那个是美丽海的镇馆之宝金沙 那也是他在他的那个 有一个大的投影荧幕 他可以投影出金沙来 而且我觉得栩栩如生 好特别 那不只是金沙 金沙只是里面最吸引人的一个投影 他还有非常非常多海中的生物 就会游过这个整个大萤幕前面 然后 我觉得他们技术真的很棒 因为真的是栩栩如生 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分辨不出来 那其实是 那个是只是个投影 不是真的生物在那个水族箱外 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逼真 这之所以是为什么你去看一些 网路上的介绍文章 你去看客户上有卖这一间水族馆的票吗 好像还有点打折 然后你会在他的说明的照片里也看到有金沙 你就以为他这一间是不是也可以看到金沙 的确可以看到 可是不是真的金沙是投影的 那另外一个我还可以提的 就是高科技的 他一进去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影片 介绍的影片 那那个影片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看 很棒 然后在影片最后还可以看到手里程 然后那个影片结合冲绳自己的音乐 然后展现冲绳的整个魅力的影片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那个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个影像技术真的非常强 再举个例子 他总共的展区其实就是一楼跟二楼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通常我们是进去先看二楼的长绿之身 森林 再去一楼看这个澄清之海 所以是二楼是森林 一楼是海 那在森林里面 走在这个森林的步道上面 你在这个步道上面会看到树荫 然后树荫在那边摇曳 树荫 然后忽然会有蝴蝶的影子飞过来 然后你就说有蝴蝶 有树荫吗 可是你仔细看 那个上面其实根本没有树 可以造成树荫 所以那个又是他们的投影造成的 然后那个蝴蝶飞过来 也是投影 不是真的蝴蝶 好 这个就是他用一些高科技 然后比较新的投影技术 制造出来很逼真的 你好像真的就在树林里面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影像技术 做成的一个水珠罐 那我顺便再提一个 我觉得他很有对我来说 我看过很多水珠罐 可是这个水珠罐的特色 我可以再讲一个是 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数位技术 他们的APP 大概是我看过最棒的水珠罐 APP 没有之一 应该就是最棒的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首先令我很惊艳的是 它是全繁体中文化支援 多语言支援 他们跟我说 这是2020年的时候 开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做好的东西 虽然那个时候 其实还没有什么外国观光客 他们不是因为 这一年台湾旅客回到了冲绳 他们才开始开发 没有 这是一开始就想好 就做好的 所以我非常建议 大家一定要去下载这个APP 你家小朋友就带着那个手机 用那个APP 他一定玩得非常开心 因为他非常有互动性 首先他们原本在所有的 这个生物 它外面是没有名牌跟介绍的 他们希望大家就是用眼睛看 然后感受 那不像有一些传统的水珠罐 其实就是外面就会贴他的名字 然后有一堆说明 他们就是想做一个比较新的 不一样的水珠罐 让大家比较着重这种 声光的效果 然后看动物本身 那可是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些说明 假如你想看的话 那他都做在这个APP里面 那很有趣哦 你这个APP 然后你去 他到每一个柜位前面 你去开了蓝牙 然后去碰他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会显示在这个 你的位置附近有展示哪一些动物 然后他就会跑出来 那你去点每一个动物 他就会跳出来 全中文化的介绍 非常完整 除了有一些动物是最近几个月才进来的 他可能还没有建立资料 可是其实其他的资料都非常完整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还有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假的蝴蝶吗 那个数位蝴蝶 也不是真的蝴蝶 可是你在那附近开APP 有那个蝴蝶的资料 所以好有趣 那一个是这个 那小朋友会玩得很开心的是 你还可以搜集 你在这整个参观的过程中 可以把一些动物抓到你的APP里面 那你每搜集一个在你的那个APP的首页 那个动物就会出现在那里 比方说你抓到了企鹅 那从此在那个APP画面上 企鹅就会在那边坐着 或站着 然后在水里面游水 它是会动的 所以小朋友一定会很 来这里就很开心的到处收集 这个让他的这个APP的封面变得很漂亮 这也算是一个 这个参观中就可以玩的一个任务 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你听这个APP真的很厉害 那个 那当然你假如不是用蓝牙感应 然后在这附近有什么动物 你当然可以直接进去 它有完整的就是整个馆的动物图件 那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教育意义 因为它进去之后 它就会分门别类 你想看的是哺乳类吗 水里的生物 它都会分类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从这边学到动物的分类 好 那再来我们就讲两个主要的展区 二楼是森林 所以主要看一些陆地上的动物 一楼就是海中生物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其实馆内的参观 没有建议固定的动线 这它其实也是故意的吧 那所以其实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怎么看都可以 那你去了一楼也可以回到二楼 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对 比较小的水族馆 所以它当然现在可以这样做了 美丽海大概就是建立比较 反正就是一定的动线 我记得大阪海游馆也是 他们这种人非常多的水族馆 你假如然后地点非常广的水族馆 你假如不建立动线 其实蛮难管理的 不管是人潮的疏散 然后这什么 这都比较难管理 那可是这里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想它应该还算相对 人没有这么多 那这里我可以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在它的网页上 网页的首页 它会随时有最新的馆内人潮 现在是大概几% 即时的资讯 所以你假如当天 有准备往那里去的时候 那你其实可以看看 现在馆内急不急 然后假如比较不急的时候 那你再去 这个也是一个很贴心的地方 那在这个一楼的长绿之森里面 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动物 那像是大嘴鸟 白色猫头鹰 鳄龟 树懒 仇鱼 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喂树懒的那个影片 我相信大家对树懒的印象应该是在那个动物防尘室 那个树懒就是动作非常慢 我好像没有自己亲眼看过树懒 那树懒是一个一天会花大概十几个小时在睡觉的生物 所以这个雪珠馆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是它可以让这个参观的人去喂食秀 通常喂食秀常常是四育原味给大家看 可是这一间它会每一个动物 每一个时段上下五个一个时段 开放少数的名额 像是树懒好像是开放十个名额 然后企鹅十五个还是多少 我有点忘了 那这个报名喂食秀 它是在每一个喂食时间前五分钟的时候 在一入口就是那个森林的一入口的地方 会有一个柜台可以去报名 然后那样用买的 那几种动物 然后价钱不太一样 每一个的先到先营 那个名额不太一样 那我自己觉得 我这次去喂了树懒跟企鹅 那树懒 喂树懒我觉得应该是 我几乎没有在别的水主管或是动物园 做过这件事 所以那个影片po出来 大家也是很有反应 觉得树懒看起来是很有趣的生物 它的手啊 那个钩子看起来好像虎克船长 然后就会觉得 这个会不会 它有没有可能有攻击性 好像不会 它非常温和的个性 可是那个手观看那个钩子 真是觉得有点恐怖 像是我就用胡萝卜喂它 然后结果我一开始拿得有点圆 然后结果他就拿着那个钩子的手 过来 过来 我忽然吓到 那可是树懒整个 他的动作真的就是慢慢的 然后很有趣 然后他们已经被训练成 就是每天早上 我记得喂他好像是十点半还是几点 他们就被训练成 就在那段时间是吃饭时间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好这个是树懒 那另外当然还有企鹅 那这个管的企鹅 目前的数量还不够多 那好像只有 我记得是五只还四只 然后他们最近刚刚生了小企鹅 所以我去有看到一只小企鹅 可是那个小企鹅 其实已经很快的长大了 有看到他当时出生的样子 那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是 他们说这个企鹅爸爸跟企鹅妈妈 会轮流顾这个小企鹅 那我去看就看到那个企鹅在里面睡 然后企鹅爸爸就在外面站缸 我就看到他好像很累 他就站在那边 然后好像一直想杜估 眼睛闭起来 然后累到快睡着了 就觉得爸爸妈妈真的很辛苦 这种感觉 那这里的企鹅因为数量少 那所以他的喂食秀 相对看起来没有那么混乱 反正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每次喂食秀 你在别的水族馆 可能有看过 那个企鹅就要记录谁吃了几只鱼了 那我记得我是在品川还是哪里 就看过很可怕 因为他是同时大概十几二十只企鹅 围着企鹅 他们好厉害 他们都可以背得出他们的名字 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记录 然后那个丢鱼的人就说 谁吃了一只 谁吃了一只 我觉得那个看起来超精彩 那可是因为DNN这边 目前企鹅还没有这么多只 我记得好像是五只还是四只 五只吧 对所以就喂食秀 就相对就比较简单 好像没有那么精彩 以后结果小只的长大之后 也许会比较精彩一点 好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到 卡哇乌手 大家很喜欢的水踏吧 那这一只卡哇乌手 我觉得我可能见过他 因为他是刚刚从高知的那个动物园 贵宾的那个 就是贵宾那边不是有一个比较 我之前去年夏天有去的一个水族馆 然后很小很小 可是有很多很可爱的水踏的那个水族馆 那这个是好像才两岁 然后就来到这里 可是我觉得他好可怜 目前就只有他一只 然后他好像才刚刚来 没有几个月 所以好像还有点怕生 还在适应环境 我觉得是不是以后至少帮他找个伴 不然一个人来好可怜 好寂寞 好那就是可以看到这些 然后是非常近距离的 在一个区域里面 不是隔着网子 因为大家看我看这个树栏的影片 树栏根本就在我的面前 完全没有任何中间有遮蔽 我想他们应该是 因为是非常温和的动物才可以这样做 那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雅勒带森林里面 看到这些森林里面会出没的生物 那还有一只两只仇鱼 那我看到别人在那个喂食仇鱼 然后仇鱼就跑来跑去 然后就站起来 然后想吃外面的 那个也蛮可爱的 好然后在这里也有一个区域 就是下去这个下面的水族馆之前 那有一个区域是 我记得美丽海也有类似的桥段 就是你可以去摸海星 然后去摸小鲨鱼 那个小鲨鱼的 就不要接近它的嘴摸 其实都没事 你可以摸它的背 摸它的鳍尾巴 其实都可以 我摸了之后 我觉得它那个鲨鱼的表皮很粗糙 不是很好摸 那在同样的地方 还可以体验摇摇鱼 大家知道 在很多日本的一些地方 你可能都看过 就是帮你去角质的那种鱼 那通常都是要收费的 对吧 那好像在冲绳的话 冲绳王国也有这个摇摇鱼 可是那是要费用的 那可是在这里的摇摇鱼 是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去摸 就是体验一下去角质的感觉 好 那摸海星摸海葵 那请记得这个摸之后 一定要洗手 旁边都有洗手的地方 那在上面还有一个可以提的是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它有做一个海边 然后旁边是珊瑚礁石 然后远方又是用数位投影的海面 那这里 它可能有配合当天的天气 然后还有随时间变换 所以虽然是室内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好像是天气都一直在变化 从晴到雨 然后从白天到黑暗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做得很逼真 然后那个 最后在离开二楼之前 还有一个一定要跟大家提的 就是因为它楼下一楼 就是看海里的生物了 所以下面当然有一个大水族箱 大水族箱 这样讲对不对 就是下面就有一个大水族箱 那它很特别的是 它在最上面的地方 它做成的一个透明的 它最上面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踏着玻璃 强化玻璃 然后下面就是很大的水族箱 那你双脚踏上去 然后就会脚有点痒痒的 有点恐怖 所以我看多半人 其实是坐在上面 然后你可以拍出蛮好看的照片 因为下面就是那个 有一些水中生物会 有可能会接近的时候 你就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 像是有轰接近 然后有海龟接近的时候 这样子 可惜下面没有金沙 金沙来的话 应该会很有魄力的照片 好 这个二楼我已经讲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到一楼 那当然就是水族馆的部分 那水族馆里 我觉得就还好 它其实就是 一些你可以想象到的 海里 海水的淡水的鱼 然后它也有水母区 那这些我就觉得还好 就也没有 是别的水族馆 大概也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刚刚说的 那个最大的水族箱 除了刚刚我说 从二楼透明玻璃 往下看之外 它还有两个角度 所以总共三个角度 可以看这个水族箱 有一个就是 应该是说 工作人员是跟我说 这大概就是 这个水族馆里面 最受欢迎的 完美的 照相的角度 是一个圆圆的窗 那这个我明天 应该会把照片放上去 给大家看一下 就它是有点斜斜的往上 造了一个圆形的窗 所以这个也可以造出 非常漂亮的照片 那第三个就是 在出口之前 它也有一个 像是美丽海水族馆 一样的咖啡厅 那在那个咖啡厅 一样就是可以看到 那个大水族箱 这个有点学 美丽海水族馆的 那也就是在那个咖啡厅 它一面就是真的水族箱 那可是它另外一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 它是假的投影 然后会有金沙经过 还有海里的大章鱼 然后还有很多 我记得还有看到海豚 反正很多东西 都可以投影在上面 这样子 那在那个 水族馆的商店 当然也可以 它其实就是一些甜点饮料 没有什么主餐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惜 其实他们应该可以 研发一些主餐 而且是比较可爱的主餐 这样的话 其实应该是会更受欢迎 我觉得那个商店 那个咖啡 气氛做得很不错 可是我觉得目前 它的餐饮选择 还没有太多 只是一些饮料 小小的甜点 这个好像有一点太少了 Ice Cream等等的 好最后 这个就离开整场了 你看其实很快就讲完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 非常大的水族馆 那最后就是卖店 那卖店里 当然就有一些 这一间水族馆 它特有的特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的 这个树兰的娃娃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 他自己出的一些纪念品 这样子 好 那最后 今天的最后这一集 就我看了一下 到底哪里买票比较划算 因为它的名义上的 这个成人票 需要两千四 这其实 这个美丽海 其实只要2180 那可是当然 你知道美丽海 就是在整个冲绳的 已经在中部了 那你要开车 开过去 其实要花一段时间 那我自己 其实每次来冲绳 有时候其实很短 也许不会去到 那么北边 那假如在这种时候 你看离机场这么近 那很快就可以 排到水族馆的行程 那去一趟 美丽海其实就很北边 那个整个行程 是要拉得比较远的 好 那13岁到17岁是两千 那四到十二岁是一千五 那美丽海的中小学生 其实就只要七百一 这个价钱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美丽海六岁以下 还免费呢 那可是它这里是 四到十二岁都要一千五 它是四岁以下才免费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这是官网的原价 那我看到很多人 在客路上买 客路是可以直接买了 即时确定 然后扫QR Code就可以进场 那它的价钱 好像有打个九折左右 所以我也会把这个客路的 订购连结 放在Podcast的前面 那另外我在研究 这个票价的时候 发现 我们之前不是有跟大家介绍 这个客路 它在疫情后 还蛮用心的 像是它在东京 它在大阪 都有出一些独家的套票 那我发现 它也有出一个 沃沃 Fun Pass 我觉得好赞 就是你在这个套票里 那你有很多景点可以去 我目前没有去算 到底可以省多少钱 可是我觉得从大家的一些 那个用户的回馈 看起来好像还蛮省的 那它是怎么样呢 我看到这个套票 它是可以任选 美丽海水族馆一定要去的 那你可以再加两个景点 或是四个景点 那来买的套票 那我就选两个景点的话 是1174台币 那美丽海加四个景点的话 是1440 你可能还要精算一下 它加的那些景点 到底原价是多少 可是我看起来 我就觉得很 应该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deal 因为美丽海之外 那我念一下 它可以从哪一些地方 选这两个或四个景点 其实不乏是 大家几乎去冲神 很推荐一定会去的 那我最推荐的 当然就是古语利海洋塔 我之前有写过游记 那再来是明湖凤梨园 这个我也介绍过 那明湖凤梨园 好像最近多了一个恐龙园区 还没去过 不知道怎么样 那还有一堆 可是这里面我就没有 整个去过了 冲神世界 我有去过里面的 玉泉洞跟王国村 然后他好像还可以去 毒蛇博物馆公园 冲神世界 整个是一个 那再来还有 东南植物乐园 还有琉球村 琉球村往上也有去过 然后明湖洞植物园 然后迪诺恐龙 亚勒带森林 冲神水果乐园 冲神儿童王国 以上我念过的这所有的东西 你就可以任选四个或是两个去 那假如你都在那几天之内 是可以跑这么多景点的话 反正都要去那么多地方了 买这个套票 可以精算一下 也许会划得来 那还没讲完了 他还有得吃 有得完之外 还有得吃 他会送你一个 Blue Seal的冰淇淋兑换券 会送你任意口味的 标准尺寸冰淇淋一球 那可是只能在国际通店兑换 所以你要经过国际通 好 再来还有 他还有一些 他说在以下的这个餐饮之中 任选一个餐点体验一次 那比方说 Zootons的这个 三种起司牛肉汉堡一份 要在纳坝店 那也有手里程店 也可以去 然后他还有一些什么 唐门搜把 然后锤盏寿司 等等的店 一堆店 我就不念了 在那个网页里都有写 所以有得吃 又有得玩 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套票 那在今天这一季 最后也推荐给大家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补充一下 刚刚说的 隔壁的这个 伊亚史冲泽风 讲得太快了 补充一下隔壁的这个伊亚史冲神风 旗这个购物中心 那他这个店还蛮多的 一百多间 那像是他有四层 然后里面有 Bic Camera Kojima 就跟这个伊亚 伊亚这个 莱克梦一样 那他有Loft 然后他有 Uniqlo 有H&M 一百六十多间店铺 然后 还有 伊亚Style 的那个 怎么跟那个 那个 莱克梦有点像 那还有 手里石碱 然后还有一个专门卖冲神伴手里的 The Okinawa Shop 那 Uniqlo 这个Uniqlo的展场面积 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 那 ABC Mart 然后 Big Camera 然后 札幌药装 札幌药装在 整个 冲神 其实 最重要的三个店 我想就在 国际通上 然后 那个 在 这个 这个Shopping Mall 然后还有他附近的Ashibina 这三个地方都有 还蛮大的杂谎药装店 那另外这里 在国际通上有分店 我这次有去的 Karubi Plus 在这里也有 所以他的 店还蛮多的 那当然他也有 他的美食街 那个一到二楼 有很多餐厅 那 要说里面有多有名的店 好像也还好 里面要说最有名的 因为我那天 去水族馆的那天 原本有考虑 要不要在那里用餐 那结果我研究了半天 我发现 最有名的好像是 一杏色拉面 可是我为什么要来 冲神吃一杏色呢 好 所以后来我还是 回到那个 那巴士去吃 好 那当然也有一些 餐厅的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去官网看一下 感谢您收听今天 林氏璧孔医师的 日本旅游情报展 疫情后的时代 孔医师回到 旅游部落客 林氏璧的身份 致力于推广 安全安心的日本旅游 随时为您送上 最新的日本旅游资讯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 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 欢迎你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或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 留下评价 也可以留言 五星评价 好像每天都可以留哦 行有余力的话 欢迎您赞助 林氏璧孔医师 喝杯咖啡 如果你想看到 更多林氏璧 发的日本旅游资讯 欢迎你 加入脸书上的 日本自助旅游中读者 粉丝专页 或是 我也有LINE的官方账号 Telegram Instagram 这些连结 都在Podcast的前面 我的电子名片里 可以在一个页面 就看到我所有的发声管道 都欢迎您加入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